来 日子再紧吧 年还得过 二虾 一会儿到街上买几个花卡子 再买一串鞭炮 太好了 妈 我不要卡子了 我有了 把朱姐送的 我也不要 咱们家就这么几个钱 你们的学费不能少 冬天穿的不能少 这么分下来 用在吃上的钱也就不多了 二段 今天咱不买鞭炮了 行不行 不行 微信一不刷又没鞭炮 还叫过年吗 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 妈 你说二叔他会回来吗 这都年三十了 怕是回不来了 赵叔叔也真是的 烧不来钱烧个花呀 二虾 你们几个去把这个对联 贴到大门口去 你把门给你拿 嗯 来西 你嘴巴被冻住了 怎么不知声了 我得把嘴巴捂着耳朵了 胡佳琪媳妇 师父 叫这么晃荡 啥时候才能到家呀 快 要顺当的话 下午就差不多到了 能不能 不能 我一想到过年能回家呀 心里都是暖和的 是不是 把饺子磕得磕得 别动着啊 活动活动活动 妈 咱家啥时候能天天吃饺子 就你嘴馋 妈 没鱼没肉 饺子馅都是素的 喂兔子 凑合着吃吧 妈实在拿不出钱买肉了 可这有什么吃头 耳朵闭嘴 本来嘛 人家过年都有新衣服 我都没有 我们大家都没有啊 饺子馅都是素的 妈 不管他 咱们抱着 我就不要吃素馅饺子 我要吃肉 你在哈 就不吃就不吃 耳朵 乖 过来和姐姐一起包蒜 我才不要来 我要吃肉 耳朵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你不要以为人人都怪着你啊 你要再喊我揍你 谁怕你 让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打过年的 别打了 别打了 你这是干什么 这 都是你 没事吧 是你 都是你 谁都是你 你们都够了没有 这年没法过了 你们要受伤不过了 马上就走 妈 妈你别这样 是我不好的 妈 你觉得这样 妈 你觉得这样 妈 没法过了 你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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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挂墙灯了了吧 回来了 来了来了 走啊宝珠 走啊宝珠 你说你这孩子 走啊你 我回来了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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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陪你们过年 看二叔给你们买啥了啊 别急 你看这是啥 煸炮 炮主 一会儿二叔带你去放炮 好不好 好 小冬 你再看这是啥 新衣服 新衣服 好 二叔 快下来 二叔 二叔 回来 你也有新衣服 这可以穿上 二叔 要得花多少钱呢 二叔发工资了 还有奖金呢 真合适 这该买的东西二叔都买了 不能空手 这过年啊别人家有的东西 咱家都有 他都不 opera 、寻压 买 快 какие 孙叔叔 傻孩子 跟你二叔还客气 妈 你看这是什么 耳秋就是聪明 这个叫围巾 嫂子 这围巾是给你买的 看你 这钱花的 这不是过年吗 我是临时决定回来的 所以就没给家里烧信 回来了就好 坐火车回来的 没有 没买到火车票 我坐大卡车 坐车顶上 对啊 那多冷啊 这没冻坏 不冷 我一听说回家过年 我这心里都是暖和的 对了 还有这些东西 嫂子 这些东西啊 肉啊 鱼啊什么的 都是我从内蒙带回来的 又便宜又新鲜 我跟你说 这卡车就是天然的冰箱 对了 还有这粉条 土豆粉做的 又筋道又香 志强 你快歇会儿啊 二夏 给二叔倒杯水 不忙不忙 我又不是外人 咱们赶紧下厨房 把肉炖好 把馅儿剁好 好不好 孩子们 好 今天听二叔的指挥 好吧 好 嗯 我最后赶紧下饭 你先开始 我赶紧下车 我勒 你也希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吃饭 大哥 你放心吧 这个下有我在 散不了 芷刚 你就放心吧 来来来来 来 等急了吧 我快点开始吧 好 嫂子 那咱们就开吃了 开吃 开吃 来 开吃 开吃 你慢点 孩子们 一会儿吃饱饭了之后啊 二叔带你们去放泡去 好不好 好 来 多吃点 来 来 好干好干好干 这好看 这个好看 好多 好多 好多你啊 看啊 很好看 这好看啊 好多好看啊 高兴吗 高兴 年刚好 二叔 你再给我点个呗 好 再给你点个 哎 点个 嫂子 你戴这围巾真好看 哎 别含着我了 这啥太厌了 不厌 我特意给你选的 真好看 哎 二叔 你戴这围巾真好看 你看 你戴這围巾真好看 你看 你看 多漂亮 那你太好看了 李儿子, 看as fall 你太好玩了 年轿人的 你还好玩 你太好玩了 好 老婆 哪 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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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看你师父啊 把这个带去 替我向他拜个年 咱俩的事我告诉他了 你怎么什么都跟人说呢 我心都过当 在我心里已经把他当成大哥了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心里闷得慌 你不应了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志强 你说你这一根筋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呀 这是娘太礼带的 改不了 打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可我马上就要走了 以后不许再提这事了 你快去吧 是去师父吗 臭小子大过年你吓唬我 师父过年好 风霞 快出来 出来 出来 师娘 这是我徒弟 志强 志强 你好 我来给师父师娘拜年来了 老听秦翰说起来来来来 你也是 来就来吧 还带东西 是不是头鬼来嘛 快快快 进屋 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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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点水啊 好嘞 师父 你还别说 你家挺干净啊 就那么回事吧 你嫂子能干 你看那小院收拾的 多干净啊 看得出来我师娘也是理所人 你可别夸她 这过年呢 儿子没回来 她刚当兵 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 也是啊 你别忙活了 师娘 早盼着我师父回来了吧 是啊 这不回来的时候盼着回来 好不容易盼回来了 又要走了 你这人就不知足 那总比不回来强吧 那是 这大过年的 回来一天也行 是是是 你师父可说了 这些年他收了那么多徒弟 就跟你啊 最对脾气 是吗 行了 你别啰嗦了 赶紧去炒俩菜 行 让我们哥俩喝一杯 师娘别忙别忙别忙 来我们家可别拿自己当外人啊 好 快别忙活了 回来啊 你俩真的 我是说 你和志强 想哪儿去了 没有就好 其实说起来呀 这家里呀 还真是不能少男人 你说老唐 他要是没有那一身毛病 也挺合适的 我看哪 老唐对你呀 真的不错 他又去找你了 不止一回了 你跟他说 除非我死了 让他死了这个念头 真不想在家了 还有大半辈子呢 不假 来 志强 先和你师父吃着喝着啊 师娘你别忙活了 一起吃 我还有俩这道菜呢 你俩先吃着 不不不不 志强啊 今天和平常可不一样了 我来 咱普通老百姓 这累死累活的 里里外外的一年图什么呀 就图这几天 今天啊 咱要铲勘地喝 来 来 这第一杯酒我敬师父 感谢师父对我的照顾 真心的 好 来 舒服 尝尝这菜 尝尝这菜 尝尝 怎么样 管子里买的吧 这我不是跟你吹 大大小小的广子 我吓得多了 都不如我 我媳妇炒的菜 好吃 师父 不瞒你说 我真羡慕你 我什么好羡慕的 一个老工人 你说你 找了师娘这么好的媳妇 她又把家给你置办了这么温馨 给你生了个好儿子 在部队上 这多好啊 这就叫幸福 你不像我 找个对象都那么难 说到这个 我确实觉得幸福 觉得这日子过得美 不瞒你说 我跟这个 我媳妇认识的时候 我那时候小伙子 刚有这方面的想法 我就盯上她了 我觉得这姑娘不错呀 从那以后 我这眼珠 再就没看过别的女人 真的假的 你 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 搞了这个搞那个 谈完这个谈那个 你说说你 你搞过多少个 你说那么难听 什么叫搞那么 我跟你说 我中学的时候 就谈了一个对象 我谈了挺多年呢 后来呢 我眼巴巴地看她 成为别人媳妇了 那怎么整的呢是 我也不知道 再后来就没有了 再有 再有 就是我大嫂 说你嫂子这个 你不是给她买了个围巾吗 怎么样 挺好 就是 对我还是那个态度 有些事啊 得看原来的 师父 这大过年呢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呢都做好准备了 想舍了一切 跟我大嫂子一块 我也能感觉出来 嫂子心里有我 可 可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就觉得怪怪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笑啥 那你说 你是想放弃啊 还是想坚持啊 我当然不想放弃了 你不放弃 那这就是 黑玄的一波 这就好比 两个小丫头在那块跳猴皮筋了 衬得紧了 就容易衬断了 衬断了 那就绷着手了 那你啥意思啊 那你啥意思啊 我的意思啊 就这四个菜 你说你干嘛非要端那盘烫手的呢 放一放 凉一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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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死 别别洗脱了 来来来 看来来 郑宝珠 你听我说啊 我跟你说 你不许你去啊 不许你去 我们就给大嫂拜个年纪 你跟铁带谈恋爱 你上哪家干什么去啊 谁跟铁带谈了 没谈整天你又在一起 你没看着她黏着我的呀 再说了 妈 你没看着李婶这两天 见人都躲着走 我是妖怪啊 躲着我 我压根就没心思跟铁带谈 我那都是应付你呢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就知道你忘不了二志强 那志强和铁带两个让你选 你选谁 这事以后再说 我告诉你啊 今儿不许去 掉粪 我掉什么粪了 人家都不爱搭理你 你上杆子 行了 再这样 老师干妈待着 给你妈包脚去 走 妈 你怎么了 有心事 你二叔明天就要走了 妈你 二侠 知道你二叔有多苦 这几年呢 她把几十年没吃的苦都吃了 妈看着都心疼 你看这回家过年吧 把妈 把你们都打发得欢欢喜喜 可她自己啊 在大冬天里干活 手上都冻的是口子 二侠 你二叔也是人 他也需要家里人的温暖 你们叫他一声 他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没关着 我 Initially 我我答应了 我赶快 即使 我我要 邹来 Skste 傅 雅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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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没时间去那就礼拜天去 一定得坚持 不是说效果不好了 那也比终段强啊 高副 你赶快起来吧 这都几点了 今天初二是回门的日子 家里人都等着呢 赶快起来 你还知道初二是回门的日子呀 那大年三十 你怎么不跟我回老家呢 我爸不是生病了吗 你赶快起来吧 病了 我看是成心的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家老爷子根本就瞧不起我 他就没想让你跟我回老家 随便你怎么说 我说的不对吗 就拿那个课题来说吧 我费了半天劲 功劳最后是人家的 我连个职称都没有 最可惜的你爸居然无动于衷 那你怎么着啊 难道还让我爸去给你抢 那当然应该 还有你哥 张罗这给人家耳之墙找工作 吃称了吧 他瞧不起我就直说 别变着发的欺负人 到底谁欺负你了呀 你 你们一家 我们怎么欺负你了 你们就欺负我了 我负负你了呀 我负负你了呀 我负负你了 我负负妹 你还未必给因为 水煙